大家好,我是小杨,很多朋友都会问,为什么饭店做的凉麦菜特别的香又好吃,其实辣椒油这一步非常的关键,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简单又好吃的辣椒油做法,一起来看一下吧,首先我们在碗中放入两勺粗辣椒面,再加两勺细辣椒面, 二百粒的白芝麻,再加点食用盐,一小勺的凉油,这一步非常的关键,有很多朋友问凉油是什么油呢,凉油就是不烫手的油,这样可以防止破油的食物炸糊,锅中倒入食用油, 放葱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喜欢就关注我一下,感谢朋友们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